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未等到余生,杨子再出新剧,男主颜值不输肖战。 最近备受大众期待的余生请多指教因特殊原因而突然宣布撤档, 瞬间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阵热议,不少粉丝表示深感遗憾。 余生请多指教的订档路途命运多喘,拍完两年一直迟迟不上映, 这次的突然订档撤档令不少观众史料未及, 两位主演杨子和肖战及时发文安慰道,耐心等待,静待花开。 好饭不怕晚,好剧不怕等。 让我们再一次耐心地等待他的好消息到来吧。 如今,我们虽未等到余生,但杨子再出新剧《长相思》, 男主颜值不输肖战。 《长相思》是由杨子、徐凯、张婉毅等人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改编自《童华》的童鸣。 该剧讲述了女主小妖天性善良聪慧, 隐姓埋名成为了一位救死扶伤的义者, 因一次意外,认识了身负重伤的屠山景, 在慢慢的疗伤相处过程中, 两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却经历了一系列矛盾冲突, 从而开启了一段虐恋的故事。 说起童华, 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吧? 它有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 并且成功火爆全网, 如《步步惊心》《最美的时光》等, 改编的新剧不论是口碑还是收视率极佳, 深的观众心。 《长相思》则是围绕生命中的爱而不得的人物情感位主题, 精巧布局以及巧妙构思, 从而体现出几段复杂的情感纠葛。 女主由杨子主演, 杨子又时出道, 是深受大众喜爱的90后人气小花,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在观众心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尤其是在演技方面, 她对每个角色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对角色赋予了很强的感染力, 成为了百面女王。 《长相思》作为神话剧,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女主小妖是一位, 虽流浪人间, 生活坎坷, 却依旧开朗, 善良的人物, 杨子的性格符合剧中人物形象, 由她来演再合适不过了, 再加上她已经出演过许多类似题材剧, 反响都很不错, 如《香蜜沉沉浸如霜》, 《朱仙青云志》以及《天机之白蛇传说》等, 她再次出演真是神来之笔。 男主徐凯, 90后人气男演员,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也都处在前排, 不输肖战。 徐凯出演过许多优秀影视剧, 如《千古绝尘》《黎歌行》《演喜攻略》等, 众多剧中都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 经验丰富。 此次她在新剧中饰演的男主屠山, 仅是青秋九尾湖屠山氏族长, 但由于在年幼时遭受亲人虐待以及族人的厌弃, 她在绝望之时遇见了小妖, 她被小妖的热情善良所感染, 从而自己也慢慢振作起来。 徐凯特有的灵动眼神赋予了角色强大的生命力。 男佩则是张婉毅, 虽然目前并未官宣张婉毅饰演的是哪个角色, 但她那帅气的形象, 轮廓分明的五官和眉宇间透露的正气, 使得她在多部剧中尤为亮眼, 如《乔家的儿女觉醒年代》以及《风起霓裳》等剧, 都深得观众青睐,期待她在长相思中的精彩表现。 不知这三位90后人气演员首次合作,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外惊喜呢? 对于该剧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来讨论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